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与法国赛峰公司合作 寻求支持加快自身的五代机研发进度 印度一直都有一个大国梦 虽然军队大部分装备都是买来的武器 但印度还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开发本国的武器系统 其五代战斗机项目早在2009年就公布相关设计模型 但是一直进展缓慢 十年过去了 也没有传出验证机是非的消息 各种方案倒是不时出现在各种航展上 每每都会成为一时的话题 随着印度退出俄罗斯的苏57计划 项目又显得重要起来 据报道 印度与法国赛峰发动机公司合作将为项目研制新的发动机 算是又前进了一步 但是考虑到印度在光辉战机项目上的表现 项目前景依旧不会很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 巴基斯坦一面向中国寻求支持 骁龙项目就是最好的证明 积极地提升自己的航空工业 同时也积极发展本国的航空技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